鳥圓火要對上的是 浪兒小帥 好 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今天有一個賽制就是 每位選手已經先抽了五個卡片 是他們今天一定要使用的角色 必須要平均的分配在三個隊伍裡面 那浪兒小帥這邊抽到的卡片是 故守許楚 傳承順向香 傳承周宇 傳承司馬懿及傳承張和這五隻 所以今天他的第一個陣容 我們看他是先用的張和 他配了呂布做一個呂布的偏後攻的隊伍 那鳥圓火這邊其實不用說五人 大家都知道第一場就打敗了熱鎮半三 而且也是上一次的選手 很有實力的一個選手 那這一次因為他有抽到小喬 所以他直接用小喬組了一個衛法隊 比較兩位選手他們的抽卡都有張和 都有張和 對 那那浪兒小帥先把張和給用得出來 鳥圓火這邊果然是衛法 一定是先下甲取出動國家的buff 小喬還不急著開 好小喬這邊開了 那浪兒小喬這邊是沒有帶張鳥的喔 他沒有辦法做自由搶洗 是 所以他這邊是直接先用董白送了呂布進去嗎 好呂布已經衝進去了 呂布一個人獨身的打到了點尾 可是點尾完全不甩你 他直接飛走了 點尾除了飛走之外 好呂布現在是呂布被點尾拖著走啊 這樣呂布其實他效率不太高 因為他打在盾兵的身上 而且 他現在傷害還沒有跌上來 對 而且呂布呢 感覺東奔西跑的喔 沒錯 反而是他的董卓這邊已經被點尾牽制住了 那這個甲取再下去 國家有觸發到 時間算得非常的準 那這樣子滑頭已經被拉走了 董白看起來也撐不太住 只剩呂布一個 第一次來到41萬傷害 可是現在才剛打掉一個盾兵而已 呂布要趕快的打掉甲取才行 可是這邊董白做了一個牽制的動作 打到點尾身上 可是點尾又說 我又走了 對 我跳進來了 我又跳進去了 打我啊 笨蛋啊 那呂布好像從頭到尾有點忙的感覺喔 對啊 呂布在那瞎忙的什麼 好 第一場比賽應該是 寮元火這邊穩穩的拿下來了 沒錯 寮元火呢推出了衛法隊 這個就是必定一定要拿下來的陣容啦 對 如果你拿出衛法 你卻沒有獲勝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 比較有點慘的一個局面 沒錯 那寮元火這邊是不能拿衛法隊了 他剩下抽的四肢還有炎梁 有炎炎 有貂茶還有髒合 不知道他會拿出什麼隊伍來 那浪和小帥這邊 會拿出一樣的陣容嗎 可是髒合看起來就是 我可以看到髒合在呂布隊的功用 其實不是很大喔 對啊 那就是看兩個人要如何的用髒合 對 或者是寮元火這邊心想 那我那個 他沒有用髒合嗎 這一個沒有 對 那浪和小帥這邊是擺出了 一個衛法隊 因為他有抽到許楚 他這邊是用許楚來取代一般 然後我們說可能草紅的部分 好 那寮元火這邊拿出的是楚宮隊 典型的一個配置 來看一下兩邊誰會得力 好 這邊是浪和小帥 浪和小帥呢在這個比賽的 一開始第一輪32強是打敗了人氣皇后 勒震陸陽 那接下來是打敗了海港戰神 海港戰神聽起來也是很厲害的一個名字 對 那闖進到現在的八強賽 那現在浪和小帥呢 他打出了衛法 他這一場一定得要贏喔 對 而且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衛法打楚宮隊是比較適合的 他不用去管你的前排 可以直接打到後排 不管是點尾後抓或者是假許 甚至你看現在他的點尾 就是在對方的後排裡面不斷的肆虐喔 對啊 打一下黃中 再衝過去打炎炎跟祝可亮 沒錯 可以看到浪和小帥這邊還比了一些夜 這邊浪和小帥其實血性維持都還很好 而且這國家傷害很高 黃中已經被拉掉了 燃火這邊非常的危險 浪和小帥現在感覺是輕鬆悠閒 對 有點像是我們爭霸組競技賽在說 誰拿著鼠弓誰都可以先下一層 今天就是誰用了衛法配變夫人 就可以先下一層 好 浪和小帥這邊也是沒有懸念的 先拿下了這一場喔 對 一場完頭勝喔 五位英雄角色通通存活 現在是1比1戰存的平手 但現在兩邊都用過衛法了 好的 我們以抽卡來說 其實浪和小帥這邊運氣是有點差的 對啊 傳承孫上香 傳承孫如其實都不是現今一個META的角色 所以我估計他還是會拿出剛才的呂布 那燃燃火對 浪和小帥這邊果然還是只能拿呂布 因為其他三隻實在是上不了場 那燃燃火這邊呢 就是又拿出了鼠弓隊 那這一場勝負其實很難說 浪和小帥這邊要想一下 是不是剛才用一樣的戰術 董白把呂布送進去這個戰法 因為剛才看起來看起來是不太有用的 沒錯 因為剛看到就是呂布瞎忙跑來跑去的 沒錯 不過那是在對方有點尾的狀態下 對 那這邊的鼠弓 好 燃燃火這邊已經鎖了 亮燃小帥在做一些最後的布陣 好 燃燃火 好 燃燃火呢 事實上是在之前的爭霸組的競技賽 就是台灣台戰第三戰區的 這個他後來出給了優太 八強直步 那他現在也是在面臨到 全民線亂鬥賽的八強 沒錯 好 這邊開打的 亮燃小帥是直接上了呂布跟董卓 第一次的傷害其實應該是可以拉得還不錯 那亮燃火這邊就看他要怎麼使用他的諸葛亮 或是穩縮黃宗跟燃燃 這邊滑頭上了 第四傷害很高 可是有點看得太早了 打在一隻小兵身上 這邊劉備好像很快要被拉掉囉 這個燃燃對滑頭的傷害應該是蠻高的 劉備已經被拉走了 這邊趕快上了董白 開的時機非常的好 非常的果斷 這邊黃宗應該是有點難以支撐喔 這個黃宗 黃宗是不是要倒下來了 這邊還開了一下張河 對 張河 張河看在那邊可能是比較有點 不過現在亮燃小帥其實不用急 因為他呂布應該是沒有人打得下來的 嗯 非常的漂亮 呂布第一次傷害來到70幾萬60幾萬 那這個情況下 燃燃火是擋不住的 我真的一個一個倒 現在呂布啊殺無事了啦 呂布 對 我們都知道呂布 一個後攻的情況下就是怎樣 把呂布不死 你就得天下 是的 現在呂布還有董卓 女生低谷 虧師物惡 沒想到八強賽第一場 我們一開始打贏過熱正半山的燃燃火 竟然就這樣被擊敗了 是我們恭喜浪兒秀帥 闖進到了四強 好可惡 好可惡